Hello,大家好,我是聊个一块钱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最近几天的一个新闻 首先呢,我给大家念一个让我惊呆了的新闻 这个是蔡英文出访加勒比 在22号返回台湾时,贴身护卫吴宗县 刷卡买了9200条香烟 通过总统特殊通道闯关走私 这个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简直是信息量太大了 什么吴宗县什么时候成了蔡英文的贴身护卫 然后还刷卡买了9000条香烟 后来发现这个吴宗县不是那个吴宗县 这个吴宗县就是同名同姓的一个人 他本身就是一个蔡英文的护卫 然后刷了9200条香烟的价值大概是20万美元 也就是140多万人民币 他刷卡,我不知道他刷的什么卡 这个卡太牛逼了 而且他刷了9200条香烟 这个真的是实锤了蔡英文代购女王的title 谁与争锋了 而且这次也是桃园机场最大的一个走私案件 当时这个走私车的车队被拦下来的时候 这个车队的人还叫嚣说总统的车队也敢拦 很多新闻报道它是9800条 有的报道是9200条 其实9200条是没有上飞机的 它是在台湾境内的时候就买好了 然后一直放在这个免税的仓库里边 然后等蔡英文回来的时候 他本来想一并带出机场 结果被发现了 那为了说是9800条呢 因为还有600条香烟呢 是在飞机上带回来的 也就是说这个600条香烟是飞机上买的 我不太清楚台湾的这个限制 因为我来加拿大呢 一般是只能带一条香烟 我不知道台湾有几条的限制 但是一般这个机场的 就是这个总统的专机 一般是不会超过100人吧 他就算一个人带两条 他只能满打满算200条 这他带了600条香烟 难道每个人的限额有6条以上吗 我这个不好评论 因为我也不知道台湾的限额 不过我觉得光这600条香烟 也不是一个小数字了 我前段时间还刚刚录视频 说蔡英文不会搞经济 这脸打的啪啪响 蔡英文这个代购事业 做的简直是风生水起 我错了 然后第二条新闻 就是上周呢 这个香港的费青啊 又跑去元朗搞事情 结果被打了 这个我看这个新闻啊 我就觉得非常的解气 不过我要说就是 我有一个同事的朋友 他就在元朗那边 不对不能这么说 应该说本台前方记者啊 就住在元朗那边 然后呢 他呢 正好在出事那段时间呢 他在外边 然后他回家的时候呢 就被这些人给堵在家门外边 回不去了 他也不敢回 然后后来呢 来了一帮黑社会 就把这帮人给打走了 他才安安稳稳的回家了 他也很感慨啊 这波保护费没白交 果然是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后来呢 这些人呢 他还抱怨这个警察不出动 哎呀 我觉得这些费青了呀 警察出动的时候 你就抱怨人家打 这个怎么说呢 暴力执法 镇压人民 警察不出动呢 你又怨人家不出动 你到底让警察怎么样 你就说吧 你给警察一个准信 行不行 然后呢 就在现在 就是7月24号 就是香港时间 应该是7月24号 我这还是7月23号 就在录视频的 现在呢 他们那边 香港人又发起了一个运动 叫7月24号 全民港铁不合作运动 为什么搞这个运动呢 就是因为这些费青们啊 跑到元朗去被打了嘛 然后呢 就抱怨弟弟 地铁开门 就是他们被打的原因啊 是地铁门开了 然后导致他们被打 这个逻辑 我真的是服了 我服了 我服了 你怎么 你怎么不抱怨 你妈把你生下来了 其实啊 本来是想去找个软柿子 结果去了元朗 发现自己才是软柿子 找借口都找得这么牵强 我现在录视频的时候啊 这个本台前方记者 就被卡在地铁站里边了 然后现在也没办法上班了 所以呢 这个新闻到此结束 关于香港这次事件啊 我之前看了一个新闻 是一个18岁的小姑娘 然后她被判有罪了 应该是 然后呢 她选择去台湾流亡 这个我看了以后 怎么说呢 有点很难受啊 这个我就不做过多的评论了 我只是想 如果这个小孩能看到我这个视频呢 我只是想说如果你30年以后 你再回头看看你现在做的这个决定 你再回头看看这件事儿 你觉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你觉得你对得起你的家人 甚至对得起你的亲戚朋友吗 好 我们看下一个新闻 在22号的时候啊 英国的文化大臣怀特 他就就这个5G网络的这个事儿呢 他发表了 他做了一个表态 他说 只要华盛顿一天不决定 到底如何处理华为 那么英国做任何有关华为的决定 都将是错的 一个国家国内的政策 要另外一个国家决定 哎 我作为英联邦国家的公民 我真的丢不起那个人啊 我 英国想当年也是堂堂的日不落地 我现在就混到了美国的一个田狗 哎 真是 时过进迁呀 不过其实这件事儿呢 美国他对华为早就已经表态了 对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那为什么英国还说没表态呢 其实英国首相 这个新闻是在22号 当时英国首相还没选出来 但是到了23号 到了今天 最新的新闻啊 这个首相已经选出来了 约翰逊 毫无悬念的获胜了 即将出任英国的首相 其实最近整个国际的形势啊 都是民粹主义抬头 不只是在美国 不只是在英国 整个欧洲甚至 亚洲国家 比如说韩国和朝鲜 不是韩国和日本啊 民粹主义抬头呢 就说明 经济在走下行 就说明经济不行 经济不行的 才会有民粹主义出现 所以呢 这个也反映了一个 整个现在目前 整个世界的经济形势 就是一直在走下坡路 越来越衰落 这个和中国的这个形势啊 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中国在疯狂的增长 全世界在疯狂的往下掉 所以呢这个国际局势 应该已经非常的清晰了 将来谁才是这个世界的老大 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判断 这个呢我想多说几句 西方人呀最近几百年 在中国衰落的时候扛起了大旗 给人类 给人类啊 带来了三次工业革命 把人类带入了工业文明时代 虽然呀 他们是靠战争 是靠霸权 比如说英国 他靠占领殖民地 靠这个战争占领殖民地 然后剥削殖民地 那美国呢 他也是靠战争发家 然后 他得在时不时的发动战争 而且呢 他使用更高级的这种 霸权 更高级的这种经济制裁各种手段 来掠夺其他的国家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人类应该还是非常感谢他们的 他们在这个 真正的大哥没落的时候 挺身而出 扛起了大旗 对吧 那现在呢 这个大哥又回来了 我相信 中国将继续作为世界的老大哥 把人类带向光明的未来 好 那今天就到这 谢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